我想,正式敬拜系列最后一个系列完了,下个星期开始,我会跟你们讲路德纪 你们牧师,路德纪在那里,请我们去翻身经一下好不好,路德纪在就业好不好 The book of Ruth,我觉得路德纪是应该学习的一个部分,我鼓励你 虽然我下个星期才讲,你可以回去读路德纪,知道一些背景,要不然我跟你comicate的时候,你comicate不到 我讲的福建,我讲的华语,你以为是grayna我,因为你没有那个背景,能够读一下,因为路德纪很多人罢了,只有四张而已 我可能分四次来讲,用路德纪系列来讲四次,我相信在里面能学到很多的奥妙和很精彩的,关于人的 尤其是在这个时刻,我们经济不进气啊,工作不顺利啊,种种 会给我们一些情势 我相信路德纪是一个丰富的产业,让我们去熟悉的,路德纪在那里,路德纪在创世纪之后 过度出爱人纪,立位纪,民宿纪,生命纪,耶稣亚纪,世诗纪就到了 坎牧师都背得很滚过来,不是因为我做牧师才背的,不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我从小,我从小就背圣经那个目录,背得很熟了,所以我就知道我哪里在哪里 就是在就业的前几本书, after 生命纪,耶稣亚纪,世诗纪就是到了路德纪 请你去读那是章而已,然后知道那些background了之后,当我讲到的时候你就大概明白了 回到这里,我们要讲敬拜神的道路,下集,还没分享先跟你讲个笑话 有个两个小男生就到阿公阿嬷的家去过夜住,然后在上床前,他们就跪下祷告 小弟弟就大声地祷告说,神啊,请给我一辆新的脚踏车,请给我一台新的游戏机 请给我一台Buray的DVD,放影机 哥哥就问他说,干嘛你这么大声,上帝不是耳聋 小弟弟说,我知道,可是奶奶,耳朵不好 看到了,所以,神的妹妹,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往往祷告,这小孩子,这小弟弟在祷告对吗 世界祷告没错,可是用的是什么,自己的方法 你用的是什么,自己的道路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我们是祷告叫错神的,可是我们 所以,到最后我们估计法力,我才可以回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嘛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静拜神的道路,我们回顾一下好不好,回顾一下啊 我们一起来读,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这个是很简单的经文 我希望你们背起来,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跟主祷告说 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虽然我不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但是,我知道你仍然没有离开你的道路,你仍然在掌权 你就很安心的,知道的方便能够带领你,阿们 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再回顾说,什么是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就是神所定规要做的事,神在我们身上所捡选的路 不是你选哦,那就是神的道路,神自己有祂自己的定规 没有人能替神捡选祂自己的路 神喜欢对待这个人这样,喜欢对待那个人那样 神乐意这样做,神乐意那样做,这就是神的道路 不是你选的,是神为我们安排的 即使兄弟妹,你学到顺服完全的,完全的降服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道路就彰显,你就活在神 这几天呢,我听了很多信息,就是那个牧师讲的很多信息 唯一样东西,让我很深刻的,我愿意给你真相 我做一个计划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说 兄弟姐,弟兄们啊,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把自己献上当个活计 要知道,上帝存全良善 所以,美好存全 美好良善存全的之意 这个是我用过中文的,你们去看一下 我知道英文是讲说 good, permissive, perfect will of God good, permissive, perfect will of God 有些,很多人啊,在那个神明当中啊 他们是活在上帝 good will of God 好的,好的 然后第二呢,permissive will of God 上帝允许他,但是不是上帝要给他的 最后一个,perfect will of God 完全是上帝给他的道路 你说,为什么我过得那么辛苦 为什么我遇到那么多问题,还是怎么种种的 很多时候你要问,are you in the perfect will of God 你是在上帝完全的自己里面吗 有些上帝太爱你 因为他知道你任性 你不听他的话 你愿意走偏行基督的时候 上帝也让你活在他批准的自己里面 permissive will of God 所以呢,当你还没有活到完全的自己的时候 你还是要面对的 因为上帝不会跟你吵架 也不会跟你打架 因为上帝给你的自由意志 你可以选择 所以必须要了解 我们每一段时间 直到我们完全的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我们才会追求主啊 什么旨意我都不要 我要的就是那个你给我的旨意 那个perfect will 因为perfect will 你就有一个perfect line 完美的完善的生活 我们大概在哪一点时间 我们讲到 蒙神兼查苦情而敬拜 我们讲到以色列 百姓在受苦艰难 被人压制 被人的埃及 百姓压制 埃及在属灵的定义里面 讲什么? 讲世界 这个世界的手段 这个世界魔鬼的手段 来压制 来困苦 然后以色列在埃及里面 受苦受难的四百三十年 然后他们一天 摩西 上帝卷选了摩西 上帝叫他去跟比色列百姓说 说我已经看到 监察的原文就是看到你们的苦情 我感谢神 我当读了这句话的时候 我刻别眼睛 刻别亮眼 刻别感动 上帝用眼睛看 很多人讲 蒙安台啊 上帝有眼睛看 上帝监察我们的苦情 看见我们的苦情 但是上帝看见我们的苦情 这个是他有他的time table 四百三十年 圣经讲四百三十年 所以你说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哎哟啊 我刻我一刻 为什么那么久 其实 每一个人都有time frame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 因上帝的表态而敬拜 摩西在西乃山上跟上帝说话 上帝用手指写了十诫 在那个石头石板上 以前英文叫tablet 我说我娘四千年前呢 摩西已经用tablet 我们还讲的老人 所以他们有写在两个tablet 然后他们就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 摩西看到 哇那些以色列百姓真的很 摩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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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程度上帝 唯上帝分牧到很重 把最新的tablet 最新рим葬的tablet 这两个石板 递来第三 代表说你们已经灰了神的律法了 你们灰了神的世界啊 所以之前还没有一个石板上帝系轻松写的 因为摩西生气嘛,丢掉他们,最后再做过另外一个用紙 人手做的,放在那个资神所里面 然后我们讲到因神所赐的孩子的敬拜 讲到哈娜,还记得吗?哈娜是一个苦情的女人 结婚很久,不能生育,在四千年前不能生育的女孩 人家说你是衰,你是有诅咒,你应该上帝不喜欢你,你应该有 因为,所以不能生育,人家看不起你 但是他祷告,祷告之后,很多次上帝也没有听他 直到他愿意塞浪,拨一拨,自知实弊而后生 他说,如果你给我孩子上帝,我把我的孩子送钱给你 然后,真活不起来,那一年的祷告,第二年 哈娜就生出了一个孩子叫撒摩 撒摩是上帝选定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奇妙的作为 他是第一个先知,他也是第一个先知恩高君王 因为他也最后一个失事,所以他是一个 以色列人关键的人物 撒摩一辈子在圣殿里面服辞神,没有离开 正如他妈妈的许的愿,到老他才死掉,都死在圣殿里面 然后上帝没有因为这么样,拿掉他儿子,他没有了 圣经讲,最后,我不是很清楚了 你可以去读圣经,上帝出了,当他献上给撒摩之后呢 哈娜接下来又生了很多孩子 不知道几个儿子和几个女儿 如果没有计划是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我不是很肯定的,你要我去读啊,我忘记了,OK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不会欠我们的 当然我们天地是见上帝的,上帝 双倍,甚至多倍的还给我们,Amen 今天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几个 他来讲,好,我再读这个经文一下好不好 大伟见陈浦匹子,一真说过,就知道孩子死了 问陈浦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 大伟就从地上起来,沐浴墨高,换了衣裳,进夜花的殿敬拜 然后回宫,吩咐人摆翻,他便死了 他面对我们来做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 来听这个篇的道说,敬拜神的大路 主啊,这是最高的敬拜 主啊,当初我们不只是在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敬拜 用我们生命的生活来敬拜你 在所遇遭遇的任何一切事情上 不管是好的,坏的,我们都能够敬拜你说 主啊,这是你的大路,我会是要来敬拜 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常常生上最高敬拜的 从这个经文里面,接下来的经文里面 来教导,来让我们来学习如何来敬拜 感谢赞美你,都值得祷告,封耶稣的名,大家 我们看到大伟,大伟这个经文是讲到什么呢 我给你一些背景 大伟当听他当上王的时候呢 他就很不断的向室外扩张去打战和打圣战 打到很易戏很轻松的去赢了,每一场战都打赢战 所以他已经开始懒惰,也不要出去打战 以为他的军队出去打战 他有总共,圣经讲他总共有四百个壮士 在前线为他,为他准备这些的战事和所有的东西 所以他是在家,不是家,在皇宫里面休息 圣经讲,在下午中午,在很晚的时候 他才睡醒晚,人不可以太得空 太得空就容易犯罪,太得空就容易得罪了人 圣经讲他有一天过了中午,很晚的中午之后 他在皇宫里面走出来,从他警示走出来去看看百姓 以前的屋子,耶稣的屋子是阶梯的,王宫是最高的 所以他现在看到人、百姓的屋子 然后呢,百姓的冲凉房是建在屋子的最高处 这个是那个牧师跟我讲才知道的 所以呢,大伟有一天站在他的王宫里面 那个寝室走出来的那个屋台 看到有一个女人叫巴斯巴 很漂亮的女人,在那边冲凉 据说,这是圣经记载的第一个最初的色情的画面 诶,他看到女人冲凉,侧身头体冲凉 他就喜欢,动了情侣 然后他是王帝嘛,他可以为所欲为 可以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把这个女孩子叫过来跟他同睡 同睡了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就毫了孕 王帝跟别人的太太睡觉 现在又毫了孕,怕东窗事发 然后做什么呢?就用手段 他的丈夫,这个女孩子 别是巴斯巴的,巴斯巴的丈夫叫做乌利亚 然后他乌利亚是大伟的其中一个将领 很厉害打仗的 然后他就派前线叫乌利亚回来 然后好好管带他,让他吃饭 然后就叫他回去睡觉 就跟,希望他回去,回去见他老婆 希望他跟他老婆睡了之后 哈哈,孩子不是我的 你看,就是现在的人还有这么 有这么诡计多端 在两千,三千年前也是这么奸诈而诡计多端 他就派乌利亚回来 希望说吃了饭 然后你回去好好去跟你老婆睡觉吧 跟老婆一起吧 然后就不会说 如果这个孩子 不知一天一天大 就不会说这是我干的 以前没有ENA 为地血认金这样子的事情 你看大伟做这么晒的事情 真的是很糟糕 结果乌利亚说,哎呀干嘛 王帝对我那么好 又还带我吃饭了 我还敢想回去见老婆 就马上就去战场 没有办法 大伟的计没有得逞 他结果怎么样呢 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要他回来跟他老婆睡觉 不要哦 好,我就派他去未危险的战场那边打战 大伟下命令,叫乌利亚去最危险的阵地去打战 当乌利亚带的兵师去打战的时候呢 他命令,他已经暗中下命令说 当他遇到敌人的时候,所有的兵师都退 很糟糕 大伟做一个很糟糕很糟糕 他要是把接近王公 当抗议人 知道 我要跟你讲什么 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 哎呀,我很忍若,我只是犯罪罢了 你有些东西有些罪 没有,你犯罪罢了,你要 bear the consequence 那个后果和后遗症是惨重 爽 逃射 爽只是那几秒钟而已 可是换来 的结果是惨重 他要付出的代价是惨重 因为重要,我简单来讲 大伟遇见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他的长子 亚沙龙子要多他的王位 因为老 父亲都善良不争下良不歪了 然后他的哥哥强奸 就是他大伟的孩子里面 有一个哥哥强奸他自己的妹妹 老父亲都善良不争 所以孩子看了也跟着乱七八糟 所以他遇到很大很大的惨重 故事讲到这里了 这个孩子是谁的孩子 就是讲 八十八跟大伟游览之后生的孩子 上帝的审判来到了 他在讲 因神的审判而敬拜 因神的审判而敬拜 大伟 这个孩子是他犯罪所见的后果 上帝的审判 这个孩子不能留 孩子就生出来之后 一直生病生病 然后大伟就祷告 好 圣经讲 大伟怎么祷告我们来看 大伟批来 Oh sorry 大伟 sorry 我安安 开过来了 sorry 大伟批在地上祷告 撕开衣服祷告 来到修神了 保留这个孩子 神的道路 大家讲 神的道路 不一定都是听祷告的路 大家 神的道路 不一定都是听祷告的路 神的道路 许多次都是不听祷告的 因为我们不懂得祷告 大伟求祷啊 你不要把这个孩子拿掉 大伟 巴士巴怀孕 既大伟生了这个孩子 大伟有罪 但是大伟爱这个孩子 他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 盼望神 医治孩子的病 你知道吗 大伟是一个会祷告的人 很懂得祷告的人 如果你不相信 圣经里面的一百 这诗篇有一百五十篇 三分之二是他写的诗篇 这些诗篇都是讲祷告 神啊拯救我 神啊我的仇敌 怎么样 这些都是大伟写的诗篇来的 大伟是一个很懂得祷告的人 他在那个时候 你看到大伟尽力的祷告 禁食祷告 终夜躺在地上 非常热切 热切的祷告 但结果是什么 孩子 有时候我们祷告到 每次大伟这样 你的祷告 即使你祷告是 主啊 求你吃我这个 屁在地上 你倒在地上 啊 我们他们的祷告 主啊你给我 给我 给我 所以我们祷告的态度这样 大伟是屁在地上 主啊你给我给我 他懂得祷告 懂得拿上帝的心啊 但是不是你懂得祷告 就得诚了 大伟 上帝让大伟学一个功课 若是一个没有奉献的人 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啊 一个心未成被神压福的人啊 当祂禁死了 祷告了 躺在地上祷告 一天大晚祷告 最热忱的祷告 而没有得着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神没有答应祂的祷告 祂定规矩要说 这个神啊 太厉害了 这个神啊 太严厉了 崇敬以后 我不再做礼拜了 我不再去教会了 我不再去拜兵 我不再求神 我也不再祷告了 祷告 OK 我就祷告 祷告 祷告 很多人是这样啊 我祷告都不听 好了 不祷告了 从今以后 许多人啊 跟神那一见 许多人的路啊 和神的路不一样 就跟神争扎 跟神争辩 所以他们要说 神啊 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许多人不服在神的道路 说 神你这样做 摸着了我 我不服 也许你口里没有说出来 但是心里不服 觉得神太厉害了 但是挺稀奇的 人可以背叛的时候 大为没有 人可以失望的时候 大为没有 人可以埋怨的时候 大为没有 许多人用禁食 用祷告 来威胁神的 抗议啊 不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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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为没有 大为没有这样做 你不给我 我就禁食祷告 不吃 那我死了 死了算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做 但是 有些人态度是这样 根神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什么叫敬拜 敬拜的意思就是说 我服在神的道路之下 我服在神的道路之下 就是敬拜 不是失望 不是埋怨 不是从今以后消极了 不是从今以后和神闹一间 乃是说神啊 你这样做不错 这就是敬拜神的道路 你要学哦 这个是我很神的功课 我在学大为 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 他就拼命的禁食 祷告 披在底上祷告 祝阿 你救了孩子 这个经文我们读的时候 他知道孩子死了 他就问 诶我的孩子死了吗 大家都讲死了 死 大为没有说 上帝啊 你这个不良心的了 那你拿我的孩子走 他的态度很正确 他马上去换衣服 去洗澡 既然已经审判 上帝已经坐了 他不再 不再跟神 神有他的决定 神有他的审判之后 他就马上换衣服 然后去抹膏 抹膏就是等 今天讲的就是放香水 啊 然后换衣服 敬野和活的便 敬拜 然后回宫 然后开始吃饭 态度好吗 态度好吗 态度好 他完全知道神的道理 他没有跟神打架 他没有跟神闹以前 很多人是做明的 孩子还没有死后 在困难的时候呢 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不祷告 问题就像他在祷告 然后进圣殿敬拜 开始吃饭 这个人 我说大伟是一个听懂的 祷告人 原因就是这么一样 他知道上帝的心意 他敬拜神的大伟 在我还没有做牧师 在我 我有一个阶段 我去读神学的时候 不是这间教会 之前我的另一间教会 我教是杜利的教会 杜利教会 杜利教会啊 通常是很穷的 现在我做牧师蛮好名下 坦白跟你们讲 不是那么可怜 不那么穷 以前我跟我的牧师 之前那个牧师 是什么 讲乌贵拆破的 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教会没有钱的 然后教会就是有多少 去用多少 我会讲乌贵 是真正这样 如果连乌贵都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 新识祷告了 以前很瘦 现在很胖 就这样了 常常进识祷告 现在没有什么机会 进识祷告 所以呢 那个时候 我们 我们就跟印尼的教会有联系 那印尼教会有联系之后呢 我就常常去他们讲道 讲道之后我觉得我们很穷 那边印尼的教会更穷啊 牧师一个月的薪水以马币来赚 一个月是120块 穷嘛 一个月薪水 那我觉得牧师也蛮可憐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说 然后那个事情是在十九八年前 大概十二三年前的事情 然后十二三年前的时候 我说啊 那时候很很流行 International made 就印尼你用 没有像今天还有 Vendent也有啦 Tolonk都没有 这就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负责就印尼你用 然后呢我就说 好不好 你安排姐妹回来 来冰城做工啦 做了工他们就不会把钱寄回去 教会会有钱咯 然后他 啊 我不知道跟你文化很奇怪啦 老公 老婆要做 要做工 老公不用做工 坐在梁营那边 翘脚喔 然后 就是这样文化了 所以他们很穷 我明白吗 所以ok啦 就啊 我就跟牧师讲定了 牧师就啊 安排了很多人啊 开始带很多人 带很多的那些 印尼你用来冰城做工 我就开始了 一个传道人生学生的时候 哇 又做了agent 就是去kampongkampong 带女孩子来冰城做工 to cut a story shop 本来很穷 但是做了这个印尼女佣的这个 呃 生意之后 就开始富裕起来 啊 啊 因为如果成功 一个女佣 那个姐妹如果过去 并且能够成功在那边做工呢 牧师就赚 有commission赚400块马币 从120块的一个月薪水 只要成功带一个女佣过去 就变成400块 忽然间这个冲动很多啊 基本上呢 一个月 他们能够supply 成功带过去的20个 Imagine 看一个月他们的收入多少 就变成双倍百倍千倍了 人啊 很可怕就是当你钱多了的时候 你的心也跟着你 这是一个 我不是很想讲的经历来的 但是我是要你们学习更生的功课 我那个牧师就开始扶一样了 因为有钱了 就跟我 开始跟我讲讨价玩家事情 哎呀这么少 然后一个人偷给一个女佣过来 那个有金给那么少 就跟我开始批啊 就是讨价玩家啊 vangain啊 然后他说啊 有住我家啊 要吃米 要吃饭啊 要吃鱼啊什么 不够啊 我说我每次过去 我就要买一大包的米 很多的米啊 菜啊 像鱼啊什么都带过去的 你看 做先生你看 做传道人 那时候做神学生 也不容易的 其实我 我也吃很多东西 ok啊 就买很多东西 到最后 最后 最后我 最后一次我离开 印尼没有的 再进去我的巴塞 被捉 永远不得了 不禁止进入 印尼 被巴塞被捉 被禁止不能进入的时候 最后一次是这样 我去 进了印尼 就把六个姐妹带出来 然后去到那边 那个牧师说 你不可以带走 如果每个人 每个女孩子 不嫁多两百 两百块 放两百块 几百包公斤 两百块 两百块 我们讲讲两百块 六个就千二块 如果你不多给千二块 你就想把这些孩子 这些女孩子带走 然后就 就这盆的道 最后我把这孩子带走 那时候 我到 immigration的时候 然后 德牧师 报警 说 我是 怎样讲 我是 营媚 我要带这些孩子 去做 鸡 心里 Imagine 不是因为 我要让你们看到什么东西 其实我 我讲的是蛮回忆下来的故事 不要以为 身份牧师 就不会做坏事 所以你要好好认识 牧师 好 每一个人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尤其你跟我的关系 我是你们牧师 你最少要认识我三年以后 以后 你才能说 这个牧师是好的 我经历 我还没当牧师 我也经历过 那时候我跌倒 我乱糊 为什么一个牧师 会怎么做这样的事情 应该牧师是要再教会 不是要赚钱 可是他做了很多东西 伤害到我 我也很软软 但是我也因为这样而离开了教会 打一个百个传 我离开了教会 整十年 再回来 今天看到我 是重新再回来 重新再重新再重新再重新 一来就幽灵开始了 我看到很多 不是因为这个地理的牧师让我跌倒 还有其他东西让我跌倒 我看到 我教会怎么会怎么这样 那是我不明白的 那时候我没有到这么样神的功课 敬拜神道 神让我经历了这件事情 让我看到原来 人不是因为你到什么阶段 到什么层次来肯定的 而是你生命必须要有破碎 要有一些经历之后 难过你又被这个经历而跌倒 才是真正的坚强 所以我常常做人的左右影子 灭尽不长 Tough time to not last Tough people to 残入这个人群 当你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今天有资格站在台上跟你们讲 你的环境会有很多 很多不顺的 逆转的 但是 这个都会过去的 我在Fontfi考试的时候 当Fontfi考试里面出来的时候 我根本不敢去哪里 不敢去看 是同学帮我拿帮我看 我是很 我是很好啦 为什么我很爱我妈妈 我考了F95 更少叫F95来 带了国家高度 LM 那时候我觉得人生是很灰的 哎呀怎么办 吵得那么差 人生还有怎么希望 我今天还不好好 还不好好站在你的面前 讲到做牧师 有些你可以有很多的 可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 我觉得人生就是完蛋了 我什么都没有希望 甚至有些考不好的 从F95跳下来 哎呀 只是没有几个不了 我不会死的 有些人想不开 就从F95跳下来 所以你今天遇到的问题 你有问题 不会死的 跟你旁边讲 不会死的 不会死的 真的 不会死的 这个艰难的时间 会过去的 会过的 会过的 今天就算你做一些很坏的事情 十年过后 人家就会慢慢淡忘了 人家太忙了 不会记住你的事情了 人家记自己的事情 都很辛苦 还要记你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重新买过的 你可以揭开新的墙 新的一页的东西 当然我没有选择离开冰城 然后到别 重新开始 我从来没有这样做 我还是留在冰城 我要让其他人看见我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不选择离开 我可以很早 十年前我去离开冰城啊 去基隆坡啊 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 从一个完全没有认识我的人 重新开始过 我没有 我的人 我的冰城 因为我知道 我要过上帝带领我 我必须 在我的眼底 躺 然后改变 OK 回来这里 我告诉你 认识神的人 爱神的人 得着神启示的人 看见神显现的人 都要服服在神的面前说 如果我受苦能够表明你的圣见 如果我说Amen 如果我摸着难处 是表明你的公义 我要说神啊 你做的不错 如果我遭遇痛苦能表明你的性情 神啊 我们乐意接受这个叫做敬拜神的道路 兄弟们 求神拯救我们 脱离我们的真治 脱离我们人那里以前 没有一个人能够敬拜神 而不服在神的道路之下 所以说 启示是敬拜神的根本条件 顺服神是敬拜神道路的根本条件 没有显现 没有敬拜神 没有顺服 没有敬拜神的道路 就是把你最爱的拿走 把你最宝贝的拿走 你仍然神说 神啊 我服你 这就是敬拜神的道路 大家跟你的旁边说 神啊 我服你 神啊 我服你 OK 记住啦 以后遇到事情说 神啊 我服你 我服你 OK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 哇 时间那么快 OK 很快了啊 要很快了 OK 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一下 有一天 烈国的女儿正在她的庸长家里 吃饭喝酒 有报信的来见 烈国说 牛子在墩地 鱼在旁边施草 西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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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反来 发出生 身处 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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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刀杀了古人 唯有我 唯有我一人逃过 来报信给你 他还说 这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上帝 从天上降 到我来 将群 雅和 帝 服来 又有人来说 迦勒底人分作三对 忽然闯来把骆驼如所如去 用刀杀了古人为我逃过 来报信给你 我们要讲什么 他讲因神的剥夺而敬拜 因神的剥夺而敬拜 我们去读这个经文下去啊 还有几个经文了 他还说过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 掌中的家里吃饭喝酒 忽然到有广风 同框点过来 击打法律物的视角 法律倒塌 在上面的身上 他们就死了 唯有我一个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夜莫变起来 撕裂外逃低了头 扶在地上敬拜说 我侧身处于迷胎 也设置自身归为 赏识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迷失 因堂承受的 这夜莫是一个里面 从这圣经里面一个收苦 最最凄惨的一个人 然后他从他身上 我们能够学习一些功课 他讲 耶和华不只是敬拜神的自己 耶和华不只是敬拜神的自己 他在这里更是敬拜神的道路 他在这里更是敬拜神的道路 耶和华跟大卫是不一样 大卫是因为自己的错而犯罪 大卫从一开始什么错都没有 什么罪都没有 他不像大卫这样被摔破 他不一定要表明神的神洁 表明神的自己而不停祷告 许多时候没有言故没有罪 你并不比别人不好 也许你比别人还要好一些 为什么碰见的事情都是这么难的 许多人不蒙福的言故 就是在那里一直剃 一直不平一直说 为什么别人没有这样的难处 偏偏就是我遇见这样的难处 难处总是临到我身上呢 我们的耶和华 神说认识他忍耐的那个耶和华 就地撕裂外袍 蒙上灰蜜的头 扶扶在神的面前敬拜神 这是他第一件做的事情 他不只是敬拜神的自己 他更是敬拜神的道路 神在你的买卖里面 神在你的朋友中 神在你的环境里 为你所安排的道路都是好的 就是苦的也是好的 热的也是好的 什么都是好的 我告诉你 你服在神的道路下面的时候 你就能够敬拜神 我们看到 叶博是一个懂得敬拜人 这些上帝都祝福他 但是 忽然间没有了 他没有因为这样 上帝祝福我为什么又拿去 然后就埋怨 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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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人很喜欢埋怨 然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埋怨 但是越博没有这样 越博看见当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环境都 反对他 被盗和执受 他第一件事情就跪下来 扶在地上 说什么 The Lord has given The Lord has taken away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上帝给 上帝哪位 而然上帝是被成长 你看啊 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很神的功夫来说 我希望你是叶伯 我希望我也是叶伯 如果上帝捐选你做叶伯 我感谢神你是蒙福的 但是实际上找不到第二个叶伯 so far 因为人 遇到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主 他在做案呢 他把我讲 我看不过是因为这样的敬拜神 我们都是问为什么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上帝太信任叶伯 相信叶伯 圣经讲叶伯是个义人 上帝相信叶伯到一个程度跟魔鬼来个赌博 赌注 上帝用叶伯成为他的器皿跟上跟魔鬼打战 修书 故事是这样的 叶伯没有错 叶伯没有犯罪 但是上帝用叶伯成为他的器皿 成为他的管道 来击败仇一魔鬼 有一天 魔鬼去 来到上帝面前 然后上帝就问他 魔鬼你去哪里啊 我去地上走走啊 走来走去看看啊 然后上帝就问 魔鬼说 孟贵你看到我的义人啊 约伯吗 他是这么爱我 这么对我忠诚 然后魔鬼说 哎呀 上帝上帝 你这个人啊 你这个奖 你是 play safe 不是叫play safe吗 你是买安全 买保险的 你给你赐福于他 你给他那么好 他肯定对你说很好 他肯定对你忠信了 你看你拿掉他的祝福 拿掉他的得你牛羊 你看他还不会称赞你对你有忠信 然后上帝没有说 业伯都业伯 因为上帝对业伯有十分的放心 上帝对魔鬼说你去吧 可是你不便当他的生命 然后他就这些事情 如何都是发生的 上帝用业伯 成为打败魔鬼的人 没有错 没有罪了 不仅为他犯罪 他面临这个东西 甚至到最后 圣经讲 他身上 满身 长满了毒疮 所有东西都没有掉了 儿子儿女也牛羊都死掉 身上还沾满毒疮 连他心爱的老婆也不理解 整边的人说 哎呀 you curse go and die 他说你诅咒生死吧 你还在那边未来敬拜神 神都对你这么酱仰 你还敬拜神 故事 to cut the stories 因为世界的研究 最后上帝 经历我的东西 还有三个朋友 给夥的 来讲 哎呀 因为你犯罪了 因为你这样 因为这样 都跟他debate 整个过程是debate 就是说 因为你犯罪了 什么 有一次啊 我去看人家做演 那个体外话 看人家做那个货剧 我觉得很搞笑 因为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 然后叶伯就在那边哭嘛 坐在那边 躺在那边 祷告 扶在地哦 然后三个朋友就来了 圣经讲 三个朋友 陪他七天七夜 不讲话 就是跟他坐在一起 七天七夜 然后其中 他们做演 也那个过去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 啊 他啊完了 叶伯说 你难道你没有看到 我现在在很伤心 我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有没有吗 sorry啊 七天七夜没有大便 没有小便 很急 请问厕所在那里 这次忘记了 所以 回来 上帝给叶伯 最后是双倍了 当叶伯顺服神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能够讲的句话 当我们今天来唱 我们最近来唱这首歌 《风文有你》 以前我听闻有你 以前我都听说野火是怎么样的 但我今天轻眼看见你 谁讲的 野火 野火讲的 我轻眼看见你做的 上帝太麻烦了 上帝太奇妙了 上帝做的道路是你 圆眼你和我不离白了 不是因为罪 不是因为你太好 我们看来用好行为来去换取 神对我们的伤心 不是 野火是最高 圣经里面最高 圣经里面最高 受苦的榜样 没有野灵的 不是因为他三罪 也不是因为他 他不听话 他只是被神用来成为 几败仇敌的榜样 和其名 所以上帝在 圣经讲 野火的眼目 四处寻求找 呵护他心意的人 上帝难找到一个 能够完全明白 而敬拜神到路的人 很多事情发生 不是因为 你做的不好 不是因为 神不爱你 因为 神要你学习忍耐 神要有多倍 要多倍的祝福你 Amen 我的天 要再来一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沙